第19題下列有關核能發電的敘述下列核者正確 A核能發電所需的誘礦屬於再生能源錯 所有的礦產都是屬於非再生能源 因為用完就來不及補充就沒有了 B原子核分裂後原子的總質量不變 遵守質量守恆定律 這是錯的 因為我們的原子核分裂 是把我們的質量轉換成能量 它不遵守質量守恆 它遵守質量守恆 諸說核電廠常見於海邊或河邊 所排放的廢熱可以溫暖海水 有利珊瑚生長 錯的 歷史上我們曾經發現 我們的溫排水造成珊瑚的白化 所以它並不利於我們的珊瑚的生長 只有C是對的 我們的現在所進行的核能發電 是用核分裂的方式 那麼它進行核反應之後 會產生一些放射性的廢料 對人體是有害的 所以第19題問我們說下列核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核燃料中具有放射性的原子晶 核反應後 可能放出有害人體的放射線 謝謝 拜拜